咱们今天要说的这案子呢 发生在安徽省安庆市 安庆市大家都不陌生 对吧 这是过去的安徽省会啊 也是黄梅系之乡 在这岔开一嘴 为什么安徽叫安徽 取的就是安庆府 还有徽州 对吧 一个安一个徽 徽州很多人认为就是现在的黄山市啊 这么说呢 也没错 但是过去徽州府啊 是在现在黄山市设县徽州镇 过去的徽州府呢 基本上啊 包括现在的黄山市啊 包括安徽的济西 江西的雾园等等 咱们要说的这案子 就发生在这千年古城里面 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2013年3月份的一天 在这安庆啊 有这么一个女士 姓黄 她呢 平时养了一条宠物狗 这一天呢 就牵着小狗出来遛狗 自家宠物狗撒开之后呢 出去遛了一圈 也不知道从哪儿 叼回来一个东西 黄女士啊 这么一看 可把自己吓了一跳 怎么呢 叼回来这东西啊 怎么看怎么像是人的脚趾头 当时黄女士这新凉半截啊 我家这宠物狗不咬人啊 这是不是把谁脚趾头给咬下来了呀 啊 这可了不得了 但是再一细看也不像 这时候啊 就有很多人都上来围观了 围观人群呢 就提醒她 赶紧报警吧 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很快警方就到了现场 法医也确定了之前的推断 说这根脚趾头啊 应该就是人类的脚趾头 并且呢 比较新鲜 大概是人体脚的第二个脚趾头 看这个样子 应该是男性的脚趾 这件事情让在场的人不寒而栗啊 哪来这么一根脚趾头啊 为什么说不是狗咬的呢 要是狗咬的呀 他那个截面 你应该是参差不齐的 但是这个截面很整齐 一看就是被什么锋利的锐气 给削下来的 到底这脚趾头哪来的 唯一的知情者 就是黄女士家那条宠物狗了 但这小狗 他也没办法开口说话呀 你不能见着警察来了 啊 警官你好 这是我从哪哪刁来的 那不行 那更吓人了 是吧 警方呢 一方面安抚黄女士 一方面就让黄女士仔细想想早上发生的事情 黄女士说呀 那天呢 他早上六点就起床了 把小狗就放出去了 虽然并不清楚这根脚趾背后是刑事案件 还是什么意外事件 但是有一点警方可以肯定 就是这个人受到了比较严重的创伤 那肯定啊 脚趾头都掉了呀 对现场的搜索告一段落之后啊 法医呢 就把这根脚趾带回了实验室 希望通过进一步的分析 还有DNA的鉴定 能够获取更多的信息 刚才咱们也说了 这根脚趾啊 横截面很整齐啊 很平整 那么到底可能是在哪儿 把这脚趾头给弄折了呢 警方啊 对断趾的来源 做出了一些大胆的推测 就在想 是不是工地的工人发生工伤了呀 然后把这脚趾就扔到这儿了呢 或者是不是哪个医院里边做手术 截下来的一枚脚趾呢 就这么着 警方花了一周的时间 就根据这些可能的线索吧 排查了大半个安庆城 甭管是在医院 还是在工地工厂 都没有发现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警方就认为 这枚脚趾啊 可能不是一件小事了 很可能背后是一桩刑事案件 断趾的主人到底是谁 这个主人 现在情况怎么样 是死是活 谁都不知道 必须想尽一切办法 找到这脚趾的主人 这时候呢 有一个叫巍巍的 16岁的小女孩 也在苦苦的寻找呢 她呀 后来报了警了 她说已经一个多星期 没见着自己的爸爸了 那天呢 应该是27号 她跟爸爸见了最后一面 当时呢 因为要交补习班的学费 所以爸爸送钱给她 巍巍的爸爸呀 姓戴 叫戴用张 当年43岁 是一个做麻将机生意的个体工商户 2012年也就是案发前一年 戴用张和妻子离了婚了 女儿巍巍呢 跟着妈妈生活 妇女俩虽然不是每天见面 但是联系可没断过 两三天就会联系一回 平时不管再忙 再有什么事 最晚最晚不会超过两天 巍巍啊 就一遍一遍的打爸爸的电话 可是呢 始终没有回音 巍巍就觉得 越来越不对劲了 于是把这个事情 就告诉给了妈妈 妈妈也还是念着旧情的呀 俩人呢 赶紧到派出所就报了案 巍巍一方面 等着派出所的消息 另一方面呢 瞒着妈妈 利用各种方法 独自去找爸爸 每天放学 一到晚上的点 她呢 就去问问父亲的这些客户 有的地方啊 都跑了三四回了 戴用张的突然失踪 让警方也感到反常 警方啊 也勘察了戴用张的住处 就发现戴用张 一件衣服也没带走 平时用的物品 也都在家里边呢 警方这时候就琢磨一个可能性 这戴用张失踪 和黄女世家宠物狗 叼根脚趾 这两件事都是发生在三月初 其中一个是无法确认来源的断止案 还有一个是毫无征兆的失踪案 一开始呢 因为这两起案件是发生在不同的区 是两组不同的警力在办案 所以这两起案件也没发生太多关联 直到DNA比对结果出现之后 这事情可就不一样了 调查戴用张失踪案的警方 在女儿薇薇报案之后 就从薇薇那提取了一些生物剪裁 进行DNA的分析 而负责侦破断止案的另一组人马呢 就完成了断止的DNA提取分析 他们把结果与近期网上失踪者家属的DNA 进行比对之后 就发现果然对上了 至此这两起案件合并处理 断止是属于戴用张的 对于警方来说 这是提供了新的方向新的线索 但是也证实了另外一个残酷的事实 那就是戴用张至少受到了很严重的伤害 目前只能证明他受到伤害了 你没有办法确定他是死是活 在没有办法确定戴用张生死之前 警方并没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的家人 女儿薇薇呢 还抱着最后的希望 等着爸爸回来 据薇薇说呀 我爸想要把我攻出来 想让我好好念书 他就不停的奔波 去工作 不停的赚钱 我当时还嘲笑他 我说你工作现在越做越大 钱越来越多 我今年都没怎么看见你 其实啊 爸爸的辛苦 薇薇呢都看在眼里 他也很爱爸爸 妇女之间呢 也有着很多一点一滴的温馨回忆 薇薇就回忆说呀 有一年冬天 爸爸陪他逛街的时候 爸爸呢看中了一双男士的靴子 没舍得买 薇薇知道爸爸肯定是喜欢 于是啊也没告诉爸爸 背着爸爸就利用 可余时间打了一个月的零工 挣了二百一十块钱 就给自己的爸爸把这双鞋 给买下来了 薇薇说呀 我只看过他穿过一次 那天呢 他还故意把脚伸给我看 我就问他好看吗 我爸说好看 薇薇在这一段时间 每天想爸爸怎么办呢 就给爸爸写信 希望他能早点回来 薇薇说呀 我必须要坚强起来 我要等他 其中在一封信里 薇薇是这么写的 我想我从未对你严肃诚恳的 说句我心里的话 我爱你 爸爸你所拥有的一切 你都能给我 我再也找不到第二个男人 这么疼我了 我想这辈子也不会再有了 薇薇说呀 写这些信的时候 心里就想 等爸爸回来的时候 我要把这些信都拿出来给他看 然后我还得打他几下呢 薇薇每天要做的 除了写信 还有一件事 就是打电话给办案的民警 希望能听到爸爸的消息 警方呢 也扩大了对戴用章 社会关系的调查 包括他的家人 朋友 还有客户 戴用章的前妻说 戴用章离婚之后 一直是一个人住 根据戴用章的职业特点 还有经济状况 警方呢 也做了一些其他方面的排查 就想着会不会有人把他给绑架了 或者拘禁他了 又或者会不会是出现了什么交通事故 戴用章到底是死是活 他到底经历了一些什么 上期节目咱们说了 警方后来也在推测 有没有可能戴用章是被人绑架了 或者非法拘禁了 再或者有没有可能是遭遇了严重的交通事故 如果说是绑架或者非法拘禁 那么肯定啊得给家人打勒索电话吧 但是家属没有收到过 去医院走访 也没发现无法确认的病人 那么也应该不是交通事故 而在重新排查戴用章物品的时候 警方了解到戴用章 还有一辆送货的面包车 这辆车之前一直没查过 警方在戴用章面包车里发现了一个笔记本 戴用章的家人看到笔记本 这才想起来一件事情 说戴用章啊 有个比较特殊的习惯 喜欢把需要做的事情写在这本子上 这本子呢 写满了电话和人名 当警方翻到最后一页 看到了一个地名 一个时间还有一串数字 这是戴用章留给警方的最后信息 上面写着八院早十点 后边呢 跟着四位数字6077 警方就隐约感觉到 这是破解戴用章失踪之谜的终极密码 八院是哪呢 是当地郊区的一个医院 而一串数字 也就是那6077 警方认为啊 这应该是手机号码 八院早上十点 还有尾号6077的手机号 这三个不难破译的信息连起来 似乎就在说明一件事情 早上十点 戴用章和这个手机号码的主人 在安庆市第八人民医院见面 那为什么会在医院见面呢 难道这和戴用章的断指会有什么关联吗 警方啊 马上赶到了第八人民医院 查询了2月27号 在影像失踪前后的就诊记录 并没有发现戴用章的名字 也没有人认识戴用章 正当他们对这个情况疑惑不解时 另一组警察就迅速调查那个手机号码 这时候啊 有了重要发现 发现这个号码只和戴用章联系过 而且总共通话次数也就五次 这五次通话都是在2月25号 26号 27号 这三天里面 而当警方想去查询机主信息时 发现这个号码没有登记任何身份信息 只能查出来当初卖这张卡的店铺的地址 警方就找到了这个手机店 店主就说了 这种卡呀 叫团员卡 不用登记个人信息 50块钱就能买一张 当年在安庆那是很普及的 而对于当时购买尾号6077号码的人 店主说印象深刻 年纪大概三十多岁 最明显的是什么呀 眼睛小 靠眼睛小能让人记住 各位想吧 那得小到什么程度啊 这个人让店主印象深刻的原因 还不光是外貌 而是没过几天 他又来到这个店里 又买了两个手机号码 而且这两张手机卡 也是不用身份登记的团员卡 这手机店里呢 也进行了登记啊 就是这两张卡 号码都是什么 发现这两张卡 在2月27号 2月28号 有过短暂的通话记录 而且次数很少 用完之后啊 这俩号也就不用了 这跟6077那个手机号的异常情况是一样的 另外有一点不一样的是什么呢 这两个手机号啊 在27号28号的时候 主要啊 是用来互相拨打的 就这个号给那个号打 那个号给这个号打 其中有一个号码 还打给了另外两个座机号 警方呢 又顺着调查这俩座机号 其中啊 这两个座机号码的机主 一个人外号叫一抹黑 另外一个人外号叫林号 警方找到这俩 就问他们啊 这两个手机号 给你们打过电话吗 打过 那是谁打的呢 高伟 哎 俩人都提到了同一个名字 高伟 这高伟啊 和这俩人都是十几年的朋友了 那个叫一抹黑的人 在刚见警察之后啊 就说出了一番 让人意想不到的话 一抹黑当时就说了 我知道你们公安找我什么事 但这事我可没做 警方呢 就又调取了高伟的身份信息 你在这公安系统里边 他不有那身份证照片吗 一看这个长相 跟那手机店店主说的 那眼睛小的 那个买卡的人 那是非常相像的 最明显特点 就是眼睛小 揭开谜底的时刻 似乎是越来越近了 这高伟 到底和戴永章什么关系 他对戴永章 又做了些什么呢 戴永章 人在哪 只要找到高伟 就能真相大白 接下来既然已经锁定高伟了 要想抓捕他 那是轻而易举 没过多长时间 警方啊 就找到了高伟控制起来 第一句话就问他 戴永章去哪了 这时候啊 距离戴永章失踪 已经整整四十五天了 不过 从高伟嘴中 警方听到了一个 让人非常遗憾的消息 戴永章早在二月二十八号那天 就已经遇害 被抛弃到了江水之中 高伟承认 他和戴永章的死有关 但是他却说 他跟戴永章之前不认识 素未蒙面 在高伟指认之下 警方找到了抛尸地点 长江呢 已经进入汛期了 江水啊 早就淹没了那片区域 要想着在长江里边捞尸体 那可费大了劲了 找了好几天 最终才把尸体打捞上岸 对于戴永章的死 高伟并不否认 但是他说了 不是我和他有仇 而是有人雇佣的我 让我杀戴永章 那个人叫成明 高伟口中的成明 当年四十二岁 在当地呢 也经营着一家麻将鸡馆 十几年下来了 这家境呢 也还算殷实 生活条件挺好 一家人住在当地 沿江地段最好的小区 很多人呢 就都很诧异啊 说生活条件这么好 你为什么做出这样的事情呢 成明很快落网了 在他的供述之下 一个蓄谋已久的报复行动 正式展现在大家面前 原来戴永章啊 曾经在成明经营的麻将机店里边打工 负责送货和维修 多年相处下来 俩人不仅是老板和员工的关系了 也是老朋友 差不多三年以前吧 戴永章呢 就离开了成明的店 离开成明之后 戴永章开始自立门户 也经营起了麻将机的生意 这样成明就非常恼火 他觉得戴永章啊 不仁义 不讲究 和自己抢饭碗 四年的友情就这么破裂了 生意上的竞争 也让这两个人不仅成了陌生人啊 更成了冤家了 甚至还为此发生过冲突 愤怒 在这成明的心里 是一点一点积累下来 按道理来说呀 应该是在一起进行沟通交流 可是成明没这么干 2012年10月份 一个偶然的机会 成明呢 就碰到了无所事事 整天混在棋牌室的高伟 高伟啊 就跟成明说了 明哥 你那有活干吗 我想跟着你干 在聊天的过程之中 成明就说出来了 他和戴永章之间的恩怨 为了获得成明的信任 高伟就说了 明哥 这么着 我去教训他一下子去 为此 他们做了精心的密谋 成明先让高伟租了一间房 买三张不记名的电话卡 其中有一张 就是那尾号6077的号码 然后还搬了几台坏的麻将机 到出租房里 打电话 叫这戴永章过来维修 就是想找借口教训他一顿 二月二十七号下午 成明让高伟 用6077那号码打给戴永章 冒充客户 让戴永章上门 高伟和戴永章呢 在电话里边就约好了 第二天上午十点 在八院附近 这就是戴永章 为什么会用本子写下来 八院啊 这个十点 六零七七 第二天呢 戴永章就来到了出租房 就发生了之前的惨剧 这成明啊 不仅是幕后主使 并且在杀人的时候 是他和高伟一起作案的 杀害了戴永章之后 他们对尸体进行了处理 就把尸体扔进了长江 而被小狗叼回来的那一脚脚趾头 就是他们在搬运过程之中 不小心掉下来的 成明啊 成明啊 跟警方说他当时不在场 想着把这戴永章的腿打断就行了 没想到高伟却把他打死了 而高伟却说不是那么回事 成明就在现场呢 他为什么死 是成明用锤子砸死的他 关于戴永章的死亡 两个人有着截然不同的说法 成明说他就是想让高伟教训戴永章 是高伟一个人杀的 我不在现场 而高伟却说 我只砸了戴永章一榔头 而是成明最终杀的他 最后经过审理查明 成明确实参与了作案 就因为生意上的竞争 生意上的矛盾 残忍的杀害了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啊 而在这起事件里面 最痛心的就是戴永章的女儿薇薇 他写了那么多的信 要给父亲看 可是父亲再也看不到了 咱们今天呢 说的这案子是 支付宝状告支付宝 您各位一听 哦 是不是说说最近蚂蚁集团被罚七十多亿那事啊 不是 咱们要说的这案子 他就是支付宝状告支付宝 那这支付宝告支付宝 自己告自己 他怎么告啊 哎 山东啊 有这么一大爷 人家呢 叫支付宝 这支付宝大爷呀 1962年出生 是山东林仪人 这仨字 就是我们天天都用的支付宝 那三个字一模一样 不知道您各位身边哪有没有亲戚朋友 是姓支的 我查了一下啊 这个支姓在咱们国家来说 是非常古老的一个姓氏了 有很多的来源 有一部分姓支的人呢 这个支姓是来源于姚舜时期 还有一部分支姓呢 是源于姬姓 咱们看封神榜 都知道周文王周武王 对吧 周武王激发 哎 那个鸡 还有一部分呢 是源于大肉支国的姓氏 大肉支 写成字就是大月氏 月亮的月 姓氏的氏啊 这是过去西域古国之一 还有一部分呢 是源于江姓 就江子牙那个江 也有一部分是源自调支国 调支国是哪呢 就是现在伊朗 阿塞拜疆那一带 是那边过来的人 过来之后 从古代开始 哎 就以国为姓 就姓了支了 除此之外 还有好些个来源呢 现在姓支的朋友啊 在全国 依然还有着几十万人呢 这支付宝支大爷 人家就是姓支 并且呢 起名的时候啊 家族啊 他有牌字 现在好些个朋友 起名的时候 家里边还是有牌字的 好比说 云鹤九霄龙腾四海 对吧 赶到哪一辈 中间加个云 赶到哪一辈 中间加个霄 我这就是打个比方啊 这大爷呢 正好到他们这一辈 取的那个字是付 就支付宝的那个付 小时候啊 这大爷呢 算是家里边的老小 这是三儿子 所以大伙呢 都跟他叫宝 那可不吗 生下来大胖小子 这就是全家人的宝贝啊 你也叫宝 我也叫宝 这么着得了吧 这名啊 就叫宝吧 姓支 正好排到那个副字 名字就叫宝 所以全名支付宝 这么多年了 几十年了 这支大爷呀 一直是踏踏实实的生活 支大爷 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啊 竟然有一天 全国人民 甚至全世界好些个人民 都用上了一个叫支付宝的APP 这支付宝大爷呀 年轻的时候 也当过木匠 也干过维修工 甚至啊 也卖过豆腐 可是这都是体力活啊 年纪越来越大了 体力呢 也慢慢跟不上了 支大爷平时日子 过得特别的节俭 攒了这么十几二十年的钱 一九九二年的时候 在村子里边啊 就开了一个小综合商店 也就是小卖部 小超市 这个意思 生意呢 倒是挺红火 毕竟九二年的时候 大伙还没用正儿八经的支付宝呢 对吧 还没用正儿八经的淘宝网购呢 那买什么东西 就得去小商店里边买呀 甚至那个时候 绝大部分地方 商店就叫商店 卖场就叫卖场 小卖部就叫小卖部 没有多少叫超市的 一开始呢 支大爷这小商店里边啊 就是卖点零食啊 日用品呢 因为在村子里边 大伙都务农为生啊 也卖点农用产品 后来 人们生活水平越来越高 市场经济越来越发达 支大爷这小商店里边的商品种类 也越来越多 支付宝大爷那个店里啊 在村子里边来说 那就是应有尽有 甭管谁家孩子 放了学了 都喜欢去支大爷店里边 买块泡泡糖 买根冰棍 说谁家孩子又哭又闹 那家大人 一般哄孩子都是 走 别哭了 一会儿啊 带你去支大爷那儿 一说去支大爷那儿 一说去那小商店 立马就不哭了 所以平时支大爷这小商店呢 热闹极了 从店门口空地上 你就看过去吧 都是乌泱泱的人 有时候甚至啊 比当地赶大吉还热闹呢 可是 时代就是这样 时代的洪流 滚滚向前 科学技术发展越来越快 2004年的时候 阿里巴巴旗下的支付宝软件 这是横空出世了 人们呢 开始慢慢的用淘宝网购啊 用支付宝支付 生活越来越方便 不过头几年呢 用这网购的相对还是少数 我不知道您各位是从什么时候啊 用这线上购物 基本上代替了线下购物 开始普及起来 反正我记得 我应该是 0809年开始 慢慢的在网上买东西 一开始还不是在淘宝 一开始在eBay啊 在亚马逊 再到后来呢 是开始淘宝买东西 基本上到了 11年12年左右 那就吃喝拉撒 全在网上解决了 所以头几年呢 支付宝大爷也一样 小商店的生意呢 也没受影响 至于什么是支付宝啊 除了知道自己叫支付宝 那个叫支付宝的软件 听都没听过 什么叫淘宝 什么叫阿里巴巴 嘿 阿里巴巴光听过那歌 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 是吧 一直到后来支付宝普及了 有一天 有个女同志抱着孩子 来到支大爷店里了 走进店里之后 嘿 支大爷这小店 那是应有尽有啊 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呢 满屋子的货架 货架上的商品 那是琳琅满目 但就是有一样摆的 有点乱 想买什么东西啊 你得仔仔细细的找 仔仔细细的挑 挑了好一会儿 才把东西给找着 结账的时候 这女同志 把手机掏出来了 请问可以用支付宝支付吗 大爷一听就愣了 啊 你用什么支付 支付宝啊 哎 是哎什么呀 不是 那能用支付宝吗 啊 我 能 巴 不是 我没明白 你用我干什么呀 我 我用你 您得收钱呢 是吧 啊 对呀 把钱给我呀 那能用支付宝给钱吗 你买我东西凭什么 我给你钱呢 不是 您看看 是能不能用这个 支付宝大爷 一看这手机 哦 感情 这软件叫支付宝 这一回啊 给支大爷弄得一个满头蒙啊 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哎呦 不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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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后来呢 类似的情况 每天都能碰上好几回 因为大伙 开始普及化的应用支付宝跟微信支付了 支大爷就纳闷啊 怎么这么多人用我付钱呢 他们来我商店买东西 怎么 怎么用支付宝 是吧 哎呀 这怎么回事啊 直到过年的时候 支大爷的孙子来拜年来了 这孩子呀 就跟支大爷说 扫支付宝领红包 是啊 现在每年过年 这成了大伙的习惯了呀 扫支付宝领红包 要不用支付宝扫符字 支大爷更懵了呀 哎 我说这孩子怎么回事啊 有直呼爷爷大名的吗 还扫爷爷 你扫爷爷哪啊 我照着镜子啊 怪干净的呀 不脏啊 你扫我干什么呀 再说 你扫我 我 我 我扫我 我哪来红包啊 支大爷呀 知道这里边不对劲 赶紧问问吧 哎 你们给我普及普及 那支付宝那是个什么玩意啊 哎呦 爸 支付宝不是个玩意 胡说八道 有这么说你老子的吗 什么叫支付宝 不是个玩意啊 那支付宝 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啊 跟自己的孩子这一沟通 支大爷呀 算是了解了一个大膝盖啊 就基本上弄明白了 那后来这支大爷又为什么要搞支付宝平台呢 上期节目咱们说了 在家人的介绍之下吧 支付宝大爷也算是基本弄清楚支付宝是怎么回事了 后来这支大爷的孙子就提议支大爷呀 你出去看看去 看看这支付宝现在有多大的影响力 支大爷带着孙子到镇上了啊 就发现甭管是大街小巷大店小店甚至各个地摊 人家都摆着二维码支付宝用支付宝在那收款 支付宝这才弄明白 感情支付宝不是支付宝 支付宝呀 它就是支付宝 这支付宝到底什么是支付宝呢 它就是 它就是付钱的一个途径 它就很方便 就不用找零钱了 随着支付宝APP名气越来越大 村子里边也流行用支付宝了 这村民们也都知道支付宝了 都开始用了 自然就借着这机会啊 总是调侃支大爷 哎支付宝 该发红包了啊 哎支付宝 今天被扫了几回啊 支大爷一开始啊 反正也就听听就过去了 就玩笑话吧 哎 手添乱啊 什么支付宝啊 但慢慢的 这支大爷心里边啊 不是滋味 尤其一到过年过节 年轻人都回到老家了 大伙不来他这商店买东西了 都是用支付宝在淘宝买东西 用支付宝转账 用支付宝发红包 大街小巷天天都喊着支付宝 支付宝 快扫支付宝 面对着这无时不刻的这种取笑 这支大爷心里边啊 就感觉有点难过了 有点尴尬了 但后来呢 也就慢慢习惯了 甚至啊 在自己店里 也贴了几张支付宝的收款码 那没办法啊 你这不用 人家更不来买东西了呀 支大爷呢 也就接受这现实了 本来啊 踏踏实实的 也挺好 后来这村里人一传十 十传百的 这事就传到外边去了 好些个人 就对支大爷感到好奇 就提出来啊 跟支大爷合影 支付宝开始流行 为什么它能够流行 因为互联网迅速普及 互联网的传播速度 那跟做了火箭似的 蹭蹭的 有点什么事 第二天 举事皆知 这时候啊 有人就质疑支大爷了 这老头 是不是蹭流量呢 是不是看人支付宝火了之后 把自己名字给改了呀 网上呢 也流传着支大爷身份证的照片 就怀疑他 身份证 是不是假的呀 越来越多七嘴八舌的言论 传到了支大爷耳朵里了 支大爷更郁闷了 怎么就假的呢 我这名字好几十年了 家里边老人给起的 怎么就假的呢 我62年出生的时候 我就叫支付宝 那时候支付宝还没有呢 也不对 那时候我这个支付宝有了 他那个支付宝还没有呢 支大爷呀 跟这个也解释 跟那个也解释 后来也解释 烦了 村子里边呢 有人呢 就给他支了一个招 我说老支 支付宝 取了这么个名字 可没跟你打招呼啊 你呀 以侵犯名誉权为借口 起诉支付宝 因为你这名字 都用好几十年了 他那支付宝 这才几年呢 支大爷一听 有理呀 赔钱不赔钱的 我得维护自己的名誉 维护自己的清白 别让大伙都认为 我是蹭人家流量 蹭人家热度的 支大爷呢 就把阿里巴巴公司 告上法院 要求马云赔偿侵权费 一百万 并且发通告 来为自己证明清白 阿里巴巴说实话 被告了之后也懵了 我们出了个产品 叫支付宝 怎么还让支付宝 给告了呢 哪来这么一支付宝啊 这事啊 一经网络发酵 越来越多的人关注 得知大爷 真叫支付宝 好些个人就觉得 嘿 有意思啊 而法院呢 看到支付宝大爷 提起了诉讼 这也很无奈啊 就跟他解释 大爷 这玩意儿啊 没法告啊 侵权有个前提 是您这名字 必须已经注册为商标了 但是您这名字呢 它就只是名字 给您打个比方吧 您总不能说 东村里边老吕家 生了个孩子 叫吕鹏 就不许人家西村老吕家 生孩子也叫吕鹏了呀 对吧 那就不讲理了呀 这支付宝大爷呢 听完解释也明白 说我我我理解 我不是为了饿他们的钱啊 我不是为了要钱 就是因为啊 家人哪 听了别人的谗言了 我不告了不告了 这事出了之后 支付宝官方微博 在2018年8月10号 还发了一条微博呢 怎么写的呢 你叫支付宝 我也叫支付宝 你在支付宝商店里 用支付宝收钱做马商 我们设计师刚刚跟我说 这么有缘分 希望能够联系商大爷 一起做一个支付宝示范店 设计和装修费用 我们来出 如何 您现在啊 去找支付宝的官方微博 指不定还能找的呢 支大爷呢 因为这件事在网上那是彻底的红了 当年内热度不比网上另外一个小马云的热度低啊 找支大爷合作的人越来越多 支付宝呢 还真派了一名专员上门 提出来啊 把支付宝大爷的店面打造成支付宝官方体验店 他们愿意出钱帮助支大爷装修门店 并且安排专职人员协助他们管理店面 这方案好啊 最起码从支付宝大爷角度来说 能够给支付宝大爷迅速引来流量啊 能够极大的提高支大爷这小商店的盈利能力 同时呢 也能让那些看热闹的人呢 闭上你们的嘴巴 支大爷一分钱没花 瞅着自己小商店焕然一心 心里边也很感慨啊 支大爷说呀 他不仅没有恼怒过支付宝 反而对支付宝心存感激 更何况支付宝官方在店面装修完成之后 直接以官方名义授权给大爷经营 还帮助大爷获得了营业许可证 经营者冒号清清楚楚写着 支付宝 当有人消费的时候呢 付款页面也显示收款人支付宝 这家伙是去支大爷店里买东西的人 也感觉新鲜突一乐呵 支大爷呢 也高兴啊 你看 他们在支付宝商店用着支付宝给支付宝付钱的呀 支付宝大爷呀 还曾经登上了湖南卫视的王牌节目天天向上 说起来这节目也挺有意思 当时呢 节目负责人联系支大爷 支大爷一听哪 电视台 骗子 再见吧 啪 把电话挂了 是啊 你让我突然接个电话 你好啊 我们是某某卫视什么什么王牌节目 请你来参加录制 我也感觉他是骗子 这导演呢 不死心 得了吧 亲自上门拜访吧 一帮人大老远的到了支付宝大爷这村子之后 村民们又拿他们当骗子 村民们就把他们给赶走了 最后节目组啊 也想了一发 咱们报警吧 警察帮助之下 终于得到了村民的信任 节目组呢 跟支付宝大爷表明了来意 支大爷呢 最终参与了这期节目 哎 也趁着这个机会 趁着这个 非常火爆的节目 举着自己的身份证啊 跟全国的观众就说了 我就是支付宝 千真万确 绝对 真实可信 参加完节目之后 支大爷就更火了呀 每天哪 都有好多慕名而来的游客 不远千里呀 就为亲眼目睹 真人版的支付宝 他们呢 都会到支大爷的商店里边 消费一笔 然后 拿手机截屏 接下来什么呀 支付宝付款 收款人 支付宝 嘿嘿嘿 支大爷呢 也挺善解人意 好些个人 那么大老远的 去这么一个乡村小店 就为了见见支付宝大爷 尤其想见见支付宝大爷的身份证 支大爷一看得了吧 我来回来去总给大伙掏身份证啊 也麻烦 再把自个身份证给弄丢了 那刚麻烦了 干脆把自己身份证放大了一百倍 做了一个大招牌 就立在商店门口了 反正谁愿意拍就拍去吧 当然啊 那身份证号码 后边那些个位都打了马赛克了 借着网络风波 支付宝大爷呀 生活也是越来越富裕 买了车了 自己的房子也翻新了 过得呀 是越来越舒心 甚至支付宝大爷 人还学了一门手艺 学卤肉卖熟食 如今呢 他的女儿女婿啊 也继承支付宝大爷的事业 开了一家支付宝示范商店 他们打算下一步 再开一家更大的支付宝商店 行了 这支付宝状告支付宝的事啊 就给您说完了 这也算是一个和和美美 最终双赢的圆满大结局